好久不见 我们的旗舰机大横屏总算迎来了第二篇续航片了 之前的游戏片应该看得已经很过瘾了吧 这次续航片我们也要做到极致 还是前情提要一下 为了测试这代旗舰手机的各项真实表现 我们花重金把市售的各路零售机都买了个遍 从标准杯到超大杯挨个接受考验 之所以要这么大费周章 是因为媒体的送测机会有各种作弊嫌疑 不管是芯片体质特挑还是调度策略的特挑 反映到续航上 最极端的情况下 媒体机和零售仪式能差出20%的差距 非常离谱 整个旗舰机横屏我们是分成四期视频来做的 希望能尽可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吧 这期我们就要聊一下续航了 续航这个东西主要就是受三方面的影响 电池容量 芯片能效和系统调度 应该说续航算是手机数一数二重要的方面了 我们频道一直以来也是很注重续航表现 很早就引入了5G测到死的续航测试 也很早就自己开发了用于续航测试的AI机器人 借助CV和自动化机械臂来提高续航测试的效率和可控性 甚至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搭建了自己的5G核心网 极客1电信 试图在网络信号上也做到可控制变量 不过之前的续航测试有很多观众反应负载好像不够高 和用户的体验有脱节对吧 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机械臂硬件还不够强 没有办法高频快速移动 识别算法也不够给力 经常出问题 所以我们在设计测试的时候只能尽可能简化测试流程 比如尽可能不留应用在后台 包括因为第一次架设的5G核心网也出现了很多掉线的情况 影响了测试 所以我们在先前的2.0标准里信号都是尽可能打满的 这个可能就和现实情况有些脱节了 为了做出尽量客观真实的续航评测 我们经过大半年的策划 决定引入全新的极客观续航测试3.0标准 为此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搭建一套性能足够强的测试设备 所以邦巴嘎邦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自研的极客观续航测试机器人3.0 这个3.0的机器人就沿用了我们熟悉的Core XY结构 没错就是从写作业机器人上传下来的那套 不过相对于写作业机器人这个场景 在手机屏幕上滑来滑去其实是更复杂的 你想平时我们用手机的时候手速其实是很快的 滑动幅度也比写字要来的更大 而且手按的力度和相对于手机的位置都要控制的比写字更精确 才能绕开手机的防误处判定 像是滑动回桌面这种简单操作听起来可能很容易 但是在机械臂上是很难实现的 如果你滑的太慢了 有些手机会直接给你识别成后台 如果你滑的太轻又会被判断成误处而不做任何的操作 所以这个机械臂必须要快要精确 还要能够控制住力度 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只能摒弃之前的刹车线结构 直接把电机放到了C轴上 通过一个环形皮带来带动触控机构 为了模拟人手按下屏幕的力 我们的触控头是通过弹簧软性连接的 这样在一些要求触控力度的场景 我们可以把弹簧压得稍微紧一点 可以模拟出不同力度的点击和滑动的操作 同时我们这次几乎所有的结构键全部采用了CNC加工 就可以在更高的速度下提供出色的稳定性 识别和录像用的相机方面我们也做了升级 顶部的主摄采用了一台1英寸的大底 6K分辨率的公共相机 伺候一台手机完全是绰绰有余了 你甚至可以直接从画面上看出手机屏幕的像素排列 可以说是比投屏还要更清晰了 除了主摄之外 我们还加了一台低分辨率的120帧相机 对测试的过程进行全程录像 如果厂商在测试的过程中出现了掉帧 或者是锁帧率的情况 也是能够被我们抓出来的 而且从这次开始 我们所有的测试录像不仅会自己流荡 还会上传到B站上 每台手机的全程录像 你都能够自己去查看 做的是不是很绝啊 最后我们再把整个测试机械臂放进定制的屏蔽箱里 通过内外USB通信 完全隔绝了外部信号 我们在屏蔽箱里架设了一个特定频段的5G SA核心网 全程使用5G网络测试 并且我们这次还对信号强度做了限制 模拟一个信号稍微差一点的场景 所以通信上会比以往满信号的测试更加耗电 好了 这个3.0的机器人做完了 我们还需要一台电脑来控制它 要能够跑动6K分辨率下的实时CV算法 AI识别 所以我们给每台机器人都配备了带3060独显的NUC 我们之前写的识别算法都是基于CUDA 有独显肯定要方便很多了 而它的CPU也可以用来跑一些逻辑运算 NUC整机体积可以控制的比较小 甚至还带RGB看起来也更美观一点 然后我们还另外有一个120帧录制的需求 安全起见就不在同一台机上跑了 我们又单独安排了一台ME的Mac mini 选它主要是因为便宜又稳定 它的视频编码能力在同价位是无敌的 对我们来说可以省很多成本 而录制的素材我们会实时传回服务器 为了满足高峰时期的测试需求 像这样的机器人我们总共做了4套 等于是同时控制4台Mac加4台Windows 用了两个显示器和两个分屏器 并且我们做了颜色上的区分 这样比较好分辨每一台机器 整个续航测试模块看起来还是挺壮观的吧 搭建这个续航机器人 光是物料成本就花了我们超过10万人民币 这还没有算上我们研发的投入呢 有了合适的测试工具 我们现在就要规划更好的测试标准了 续航测试3.0里面我们引入了更多各种类型的App 涵盖了即时通讯 购物平台 新闻客户端的信息流 包括还有后台的播放音乐 进行语音和视频通话这些操作 有后台应用的存在也更贴合用户的实际体验 然后还有观看流媒体视频以及游戏场景 依然是每一个小时一次完整的循环 每轮循环内不杀后台 所有这些App都跑一遍 然后一轮轮循环持续跑到没电了 但是和以往不同 我们这次测试的顺序是完全随机打乱的 每个小时内App都会以随机的顺序轮换 并且我们会加入一个占用一分钟的随机验证App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厂商们通过识别行为的方式作弊 我们3.0在抓贼这件事情上管得非常严格 各位选手就乖乖参加考试 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了 在这么严苛的标准下 3.0测试出来的手机续航 就会明显比我们2.0的测试要短一大截了 比如iPhone 16 Pro Max在我们的老标准下 可以坚持10小时41分钟 而在新的3.0标准里就只剩8小时34分钟了 范的X8老标准可以跑出11个多小时的逆天续航 而新标准就只剩9个半小时多一点了 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 在正式开测之前 先插播一条省钱小彩蛋 这次评测 我们有一部分手机其实是从淘宝、国补掏来的羊毛 精打细算一下还真能省不少钱 最近又一轮国补下发 手机平板手表单价不超过6000元的 最高补贴15% 电脑更是最高补贴20% 不分商品国补后还能够叠加满200-20的品类券 在淘宝购买3C数码可谓是空前的便宜 你像这台爱库Nio 10 Pro天机9400的新机 补贴完你猜怎么着只卖2450元 搭载天机8300的联想小新Pad Pro2代12.7寸大平板 国补到手仅需1445元 惠普新Book笔记本低至2560元 小米手环9补贴价204元 小米自带线20000毫安时充电宝 仅需129元 在淘宝APP上搜索 国家补贴就可以查看各地的补贴类目详细 需要数码产品的同学赶紧乘国补的机会来淘宝上买买买了 在给大家聊续航之前 我们还得科普一个关于电池容量的误区 很多同学习惯在看评测的时候 直接去对比电池容量的高低 其实不同标准下的电池容量是不可以比较的 我们首先说电荷容量也就是以毫安时为单位 它实际上是分成额定容量和典型容量 额定容量就是每块电池出厂必须达到的最低容量 而典型容量是实际容量的均值 那肯定要比额定更高一点 比如小米15 Pro的额定就是5960mAh 而典型就是6100mAh 安卓各大厂商在宣传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宣传典型容量的 这样显得自己的电池比较大 而iPhone就不太一样了 它官方是不说电池容量的 我们所知道的电池容量都是拆机看电池上标注的 那个标的是额定容量 所以是不可以跟安卓的宣传值比较的 iPhone如果要算典型容量 就需要乘以每一代平均的电池健康度 比如最新的iPhone的电池健康度普遍是在105%左右吧 这就是为什么iPhone的实际电池容量比它标出来的要更高一点 然后哪怕安卓之间大家都用典型容量的情况下 也并不代表能直接分一个高低出来 你像笔记本电池就有一个更靠谱的参数 就是电池总能量 这个是以瓦时为单位的 这个才代表了电池的实际容量 手机上用的毫安时要想换算成瓦时就得乘以电压 然而每种电池的放电电压曲线是不一样的 如果一台手机用的是高压电池 那么同毫安时下电池耐用度可能会更高一些 所以为了方便对比 我们这次不仅会标毫安时 更是会把每个机器电池的额定瓦时标出来 电池上没标的也给你换算好了 这个就基本上可以横向对比了 当然如果再刨根问底的话可能还得每台手机拆机 单独给电池测试充放电 这个才是最准确的 但是那样成本实在太高了 对于我们来说大概能够给大家讲清楚问题 告诉大家大致应该看些什么 其实就差不多了 以后看到这个毫安时你就知道 这个不能随便拿来对比了吧 好了好了 相信大家已经等不及了 赶紧来看一下我们完整的续航拍行榜是什么样的吧 这个就是3.0截至目前所有机型的测试结果了 怎么样 和大家的预期有没有对上呢? 在我们测试的所有机型里 续航冠军是谁呢? 是一家Ace 5 Pro 凭借大电池 8E的芯片能效 以及不错的调教 坚持了11小时10分钟 成功问顶了续航榜 往下来看 8EL和天津9400的大屏旗舰机 普遍都在10小时多的水平吧 这一代新机电池密度的提升可以说是立了大功 具体来看各家表现的话 最让我意外的是华为的Mate 70 Pro Plus 在芯片能效不佳的情况下 也依然有9个半小时以上的续航 并不逊色于各家的当代旗舰 应该说优化调教这件事确实是麒麟平台的强项 有点画腐朽为神奇的意思了 在安卓大厂以Vivo系续航优化做的还算不错 基本上Vivo和爱库的机型都可以坚持10个小时 甚至小屏的X200 Pro Mini也不例外 这个表现确实可以 Vivo的均衡模式调度普遍给的比较怂的 但从录像回放来看 至少我们3.0的负载没有出现过卡顿的情况 续航优化说白了就是在不卡顿的前提下 尽可能去压性能压功耗 非常合理了 小米略差一点 但是考虑到小米15的电池容量更小 9个半小时也是合理的 15Pro和15Ultra也算是正常的续航 而相对来说红米K80 Pro的续航反而是优化的很一般 电池标称不小的情况下 也就跑了不到9个半小时 甚至还没有小米15的续航长 如果你还记得上一期性能的恒评的话 K80 Pro在游戏里显著比数字系列更强 它的调度应该整体就更刚一点 OPPO系列表现总体也和小米类似 两台Find X8系列都是超过9个半小时 而相比特别超模的1加S5 Pro 1加13反而就刚过10小时的续航 而电池大得多的realme GT7 Pro 续航也没有明显长很多 荣耀的两款Magic 7续航也是很接近 都是将近10个小时20分钟 考虑到它们的电池并不是最大的 这个调度优化做的还是可以的 稍微让我有点失望的就是红魔10 Pro Plus了 10小时41分钟的续航 绝对来看虽然已经非常长了 但是这个机器的电池典型容量是超过7000mAh的 所以居然没有登顶续航榜 我感觉还是有不小的优化空间的 那国航安卓阵营里最拉垮的是谁呢? 这还用猜吗?肯定是三星啊 在国产厂商大卷电池密度 甚至iPhone都在加大电池的今天 三星S25系列居然完全没有升级它的电池 自然在续航上就要被国产旗舰机拉开一大截了 S25 Ultra也就坚持了8个半小时 倒是小杯的S25在电池这么小的情况下 也能有7个半小时的续航 如果是和前几年的手机比起来 这个小杯已经算是能用的了 但是和国产10小时的小屏机显然还是差了老远的 最后再来看一下iPhone 在3.0的新标准下 iPhone的表现其实比以前测的更糟糕了 在我们以前的测试标准里 iPhone Pro Max是能赶上同代安卓旗舰的续航水平的 但是在3.0标准下iPhone 16 Pro Max就只有8个半小时的续航 和S25 Ultra差不多 远远不如国产旗舰 小屏的16和16 Pro更是只有6个半小时多的续航 这和前几年的安卓机也差不多了嘛 感觉有点不够用的样子了 之所以新标准下iPhone的表现这么差 我觉得一个原因是3.0的负载比较高 对于低负载和待机更有优势的iPhone来说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而另一个原因在于iPhone在电池小的同时 外挂机带的功耗却很难像A系列芯片那样优化 所以通信功耗在总功耗里占比很高 但凡网络环境差一些 那你的机带功耗更高就非常容易掉电 我们这次测试专门限制了5G信号 自然是对iPhone有点不利了 也正因如此 刚推出的iPhone 16e反而是续航最惊艳的iPhone 续航远强于标准的iPhone 16 新机盘点完了 我们再来看看新老对比 新一代的旗舰机相比去年的旧旗舰 体身有多大呢? 我得说各家都非常大 小米的标准杯从13-15 你可以看到15的续航是堪称飞越 小米13和14都是6-7个多小时 这次的15标准杯直接就跑上9个多小时了 最大的工程显然就是新的高密度电池 蓝厂也是一样 从X100-X200续航原地提升2小时 苹果虽然没有用高密度电池 但16系列的电池也是稍微大了一些的 配合处理器能效的进步 续航同样有可观的提升 华为也是电池容量和处理器能效都在进步 Mate 70 Pro Plus的续航也比一年前的Mate 60 Pro长了挺多的 但如果你对续航特别看重的话 今年的这波新机我觉得是很值得换的 比往年在续航上的提升要大多了 其实这次我们不光测了续航 也抓了几台机器的功耗和trace才得到了比较全面的结论 其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你可能会觉得测出来功耗啥样 再结合电池的大小就能跟续航的结果完全有得上了 其实不是的 我们专门拉了一轮各款机型的功耗来看 像一加S5 Pro、一加13、红米K80 Pro这三台机器 电池是差不多大的 但是A5 Pro的续航是明显更长 你肯定会觉得它在调度上是更省电的 但是完全没有 测下来反而是一加13要更节能 功耗普遍来的更低 这个有点不科学了吧 然后你看这个K80 Pro 明明功耗也不高 只有原神的调度比较刚 所以稍微要高一点 其他App甚至有不少都是比S5 Pro更节能的 既然功耗不高 为啥它的续航直接短了快两个小时呢? 是不是完全没道理啊? 啊 我告诉你 这就要说到一个很少有人讲的问题了 就是 锁容 锁容啥意思呢? 就是厂商主动限制电池容量 比如我们专门拆了一台红米K80 Pro 用最新采购的电池模拟器 跑了完整的充放电循环 K80 Pro这块电池标称的典型容量是23.2Wh 而我们实测手机真正能用的只有21.9Wh 也就是只有宣传容量的94% 它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冲到电池标的那个充满电压的 1加13也存在这种锁容的情况 反而是同一家的S5 Pro 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锁容的 所以你才会发现1加13和1加S5 Pro都是一家的机器 但它们的续航差了这么多啊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机厂商 其实都给电池锁容了 但是要抓这个呢 就得全部手机拆机测电池 测一台就要花我们两天时间 对我们来说 时间沉稳 人工沉稳 还有手机残值上的损失都有点承受不起 所以我们这次就没有全都测一遍 但我想告诉你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的 那厂商是不是有病啊 好好的电池为啥要限制容量呢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延长寿命 尤其是最新一代追求高能量密度的硅碳负极电池 掺硅的负极材料循环多了之后容易膨胀 硅颗粒有可能会破裂 引起电极失效 造成容量上的衰减 所以这一代手机厂商是格外的珍惜电池寿命 你可能也听说过一种讲法 就是每次充电只充到80%可以让电池更健康更长寿 厂商锁容其实就是在做类似的事 我出厂就不给你开放版 这样电池就能多用一阵了 包括还有一些手机会给超级省电模式预留一点点容量 所以这个锁容也不能算绝对坏事吧 对于高密度电池来说甚至可能是必要的 只是厂商们都在宣传一个很大的电池容量数字 却绝口不提这里面实际你能用多少 这个总归还是有点个引人的 看完了这期旗舰机续航大很平 大家应该还是挺有收获的吧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每一台机器的续航 全程录像我们都录制了120帧的素材发在B站上了 全部的测试结果都可以溯源 要是你想看 你对着那个录像看它个全程10小时也没问题 没有人拦着你 这个续航排行榜也可以在我们的SoC PK上找到 欢迎大家前去看一下 希望这一波下来能对你选购新机有所帮助吧 也再次感谢淘宝这次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上淘宝搜国家补贴领国补3C数码超优惠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的话 一定要点赞转发支持我们 接下来还会有影像大横评 还有信号大横评等着各位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